贵州偏远山区,经线上万座活死人墓洞穴,要知道这些坟墓当中的主人并没有死去,而是活生生的就自己住了进去,所以大家称之为活死人墓,那为什么要为活人建造坟墓呢? 而眼前的这个洞穴,就是一座活死人墓,从石头砌成的样子,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人工打造的,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洞穴,如果不是当地村民的介绍,大家一定认为这是村民为了方便进山,拿来存放食物的窑洞,可它的作用并不是如此,而是一座活人墓,那我们今天就一同聊聊, 贵州山村万座活死人坟墓之谜,喜欢的观众老爷点个关注点个赞,我们接着往下看,大家都知道,钟南山的活死人墓名声响彻南北,但是在贵州安顺的大山里面,同样有着上万座活死人墓,但是却显没人知,关于活死人墓,在历史上并没有正确的定位,一般都是民间的代代相传, 而所谓的活死人墓,就是古代活人在六十岁左右,就在山上开凿墓穴,然后在人还活着的时候,就被子女送到墓穴里面,靠着为数不多的食物维持生活,在食物耗尽之后,就宣布了自己生命的终结, 那么,这种看似让人有点感到悚然的习俗,和中国传统的孝道,是一种极大的矛盾以及冲突,那么,贵州的大山里面,为什么会存在如此让人看似毛骨悚然的习俗呢? 一般来说,这种活死人墓都建在现在看起来十分隐蔽的地方,具体位置需要当地人的指引,而所谓的活死人墓,从外形看起来十分的简单,首先就是在山坡上面挖掘出一个洞穴, 然后就在洞穴上面叠加石头成为墓穴,普遍来说,这种墓穴,长度两米,宽度为1.2米左右,甚至外形,还十分接近于云贵川地区特色的崖墓,不过相较于崖墓的位置和工程的宏大,贵州的活死人墓的确看起来十分的简单,甚至从直观的视角看起来,很多人第一眼看见如此的墓葬, 都不会把其往物葬方面想,只会认为是简简单单的石头,的确,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,如此形质的墓穴几乎是不存在的,从当地人的透露层面来看,把活人埋到活死人墓穴之中,一般也不会留下过多的食物,从剂量来看,一般都是以一个普普通通的饭碗作为标准,而如此剂量的食物, 在墓穴里面的人,基本上就是一两天的消耗量,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来看,这种独特的墓葬藏制,也不是当地一开始就存在的,贵州地区独特的活死人墓,和古代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也有很大的关系, 当地人表示,从其祖祖辈被流传下来的说法是,活死人墓最初是给流散逃离到贵州地区的中原人群所使用的, 在他们面对战争的流散逃难中,很多人肯定会出现走不动道,或者生病情况下自身变得奄奄一息, 于是乎,在这种情况下,活死人墓就顺着客观的需要而应运而生,面对在路上的族人倾藤的死亡,以及有体力虚弱走不动道的, 在逃难的路途之中,任你在家乡是不是非富即贵,在贵州的大山,物质条件也是十分匮乏的, 于是乎,面对突然死亡,不可能再大半特半,风光大藏,而这种活死人墓,修建起来就十分的简单,只要在山丘上面挖个坑,然后雷起石块就行了, 除了埋葬死人之外,大家也可以想象到的是,在举家举足迁徙的过程之中,肯定有很多老弱病残的, 而这些人,无论是自身的身体条件还是对于其他人下一步的行动安排,多多少少都是一个累赘, 于是,这种活死人墓,也是方便服务于此等群体,在走不动的情况下,这种活死人墓就能成为他们生命终结之前, 最后的安息之地,另外,迁徙的过程中,粮食自然是最珍贵的物品, 并且,在颠簸的过程中,很多人不可能携带很多的储备粮食,在把这群人放进活死人墓之后, 其家人会用饭碗盛放一碗食物到这些人的面前, 这些躺在活死人墓等死之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,面前的粮食,是属于自己最后的晚餐, 那么,从相关的情况来说,可能年老体弱的老人,就会死在这些活死人墓里面, 但是,相较之下,有些不想这么死去,并且自身还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, 可能会扒开墓葬上面的泥土,从而逃生出来,此外,在当地, 关于活死人墓的由来,在当地还有另外的说法,根据当地的记载, 当地人的祖先和孟霍有关,并且,当地在西汉地区是叶狼国的疆域, 而在当地的认知里面,孟霍不但是他们的祖先,也是叶狼国人的后代, 在叶狼国被西汉灭亡之后,其余的臣民就来到了贵州镇宁地区定居, 但是在不断的发展中,以及中原王朝对当地的疏于管理, 叶狼国的后代又开始在当地称雄,其中,拥兵自重, 横跨云南和贵州的孟霍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, 但是,孟霍遭遇了诸葛亮的七秦,就在七秦孟霍之后, 孟霍对诸葛亮心服口服,可是孟霍的后人,又在诸葛亮去世后搞事情, 于是刘禅就想把孟霍的族人,迁徙到成都地区进行统一管理, 但是这种迁徙十分的容易造成死亡,与其面对死亡, 当地人就想到把族人里面的老弱病残,藏在这些挖好的土坑里面, 用来躲避蜀军的搜查,而这些人的后代,就成为了当地村民的祖先, 因为祖先的存活下来,是靠着挖地学的方式进行的, 于是这种方法被代代流传下来,最终演变为当地一种独有民族气息, 以及特色的活死人墓葬,可能从我们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民俗来看, 活死人墓这种让人甚至感到有那么点悚然的意味, 但是,对于当地人来说,这种丧葬方式不但是对于自己文化的一种传承, 也是对于祖先们的一种思念。